T.I. Boys 大家好,我们是T.I. Boys 五周年就是感觉很长也感觉很快 所以感谢大家五年来的陪伴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块继续走下去 对,然后现在马上就要开五周年的演唱会了 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包涵 五年就感觉我们三个变化都非常的大 就是一个成长了的T.I. Boys 希望能给到大家更多一点的惊喜 我是希望说我们也出道五年了,那当然要更成熟 然后表演也要更加的完美,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希望大家能看到我们的进步,我们的成长 就是个人solo的舞台嘛,就是唱一些自己想唱的歌 对 对,是这样,个人solo 个人solo的舞台是比较特别的舞台嘛 五年的阶段是我只因为已经从一个未成年到一个成年了 感觉更需要一种力量 然后呢更多的人去带给他们的力量 然后呢也希望就是能让大家看到自己的变化 我是觉得我可以把这五年分成一个三段 第一段是出道第一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完全不太懂自己在干什么 然后我说第一年就是那样的状态 然后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这是清楚了自己在干什么之后 然后开始不断努力不断往前冲的状态 然后到最后今年第五年呢是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了 然后准备开始往那些方向奋斗 嗯就是从五年前一个什么都不能的小孩 然后进圈子里面 然后就是一直都是大人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 然后到现在能自己选择自己的工作 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变化多满它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事情 嗯外貌 然后声音 然后自己处事的这些方法 我其实就是没有那种外貌就是物理方面的变化 我就不谈了 在处理事情上面 就是在就是在工作上面 包括是就是陪伴家人的时间这方面的心态都会有一些变化 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任性 跟家人相处的时候会更加的珍惜这段时间 嗯我是觉得是处事方面吧 然后还有就是自己的状态心态 包括面对事情的态度都会有很大的转变 我觉得肯定大家也是跟我们一块去成长的 时间也在变化 大家有也有在上一个阶段大家想做的事情 也有在这个阶段大家想做的事情 大家一定也是为了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去奋斗的 对 我觉得其实我们一直是希望说粉丝跟着我们一起成长 然后我们所带来的一些力量能够影响到他们 那我也觉得这五年来确实有很多粉丝跟我们一起在成长 然后再变成更加优秀的人 其实我觉得五年粉丝应该都各自成长很多 而且我希望看到的是我们做好我们的工作 然后给他们再去力量 然后他们也过好他们的生活做好他们自己的工作 然后就能互相陪伴 互相成长 也不会那么轻松 因为今天的场地是非常大的 我们其实也很有压力 对 我觉得心里面压力是会有的 因为这么大的场子也是第一次来 但是我觉得训练内容会稍微的比以前轻松一点 而且今天就办一场会 对 而且今天就办一场会 我呢就是还是 就是今年还是想去出一场专辑出来 还是还在努力当中 有在筹备的 对 就筹备了快一年了 对 我的话是接下来会有一些 新的项目和一些新的决定 那到时候我才会知道 我就做好现在的工作就行了 之后想要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 之后的话肯定还是 会有新的一些作品去去工作 然后呢再 当然也会尽心尽力的去实现 自己专辑这个梦想 我的话是影视和唱歌方面都是会有的 然后也在积极的准备 我就是各方面都继续做下去 然后遇到自己喜欢的就 就去选择 加油 做自己 我年后才23 就还挺年轻的 就是说都拼一拼 然后遇见喜欢的事情就要坚持 不要受别人的影响 因为我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变好变坏 我其实都接受 我本来不见了 这帮助我 我本来不见了 就好像这一片 你没看到 我还不见了 我现在没有一个 我只会有两片 我还不见了 我只会有两片 我还没什么 你还不见了